好,我們由萬象城,現在來到海岸城 上次我拍了一個網紅麵包店 立刻有觀眾說,你拍那個,沒有人拍這個 超級紅倍功夫 這個,很誇張,一定要去拍一拍 我又去看看,又去看看跟那個間有什麼不同 現在開到百貨公司 這些是彈卷 看看,又去看,又去看,又去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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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人樓有多少啊 這間就是網紅的 又是麵包坊 你看一下 疫情底下 其實大家看到已經是人山人海了 明顯看到店舖的生意是沒有以前那麼好的 這個明顯看到的 有些沒來過海岸城 我發覺很多觀眾 還沒來過海岸城 如果慢慢開關 我真的假期建議大家來海岸城逛逛逛 你會說關區博雪審永年 真是好介紹 成都 成天都想吃 成天都想吃 那這裏我夠膽講 吃雲這裏 有很多衣服買 鞋子 吃雲這裏 吃雲這海岸城 我當你每個星期來一次 我想你都要吃一年 哈哈 你以為我誇張 那你過來看一下 我是不是誇張 那整個海岸城 它很好 它將很多商業寫字樓 這個海賓司機酒店 就是在這個二樓平台 它連接在一起 是 它連接在一起 它是幾次海岸城 但是海岸城是室內的 它是室外的 老炸雞爪 香者炸串 湯姆大師傅 然後這裏有戲院 這裏裏面還有很多小食檔 很多買東西 像大排檔一樣 我不走進去 我今天就是走一條大街 好嗎 那裏面 這些全部裏面是商場 我沒有走進去的 全部大家也可以走進商場裏面 水煮魚香 這個是經常來的 水煮魚香 這裏面是一個禮拜介紹 來吃過兩次 真好吃 有米酸奶 缽仔糕 這些是香港人開的 缽仔糕 你看這些人多到 你看人多到 那當然我相信我這條片出街 應該是一個禮拜後 那我不知道一個禮拜後 大家看到這條片的時候 香港是怎樣的情況 看我錄這段時間 香港就真的 都幾慘 幾頭痛 我嘗試走進其中的商場 看看好不好 要不然這條片 這條片又很長 總之你如果 例如你星期六、星期日 你晚一天 例如我星期日 跟老公 早上 只是來海岸城 可以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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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可以收客格 你看看 可以收客格 做一下皇帝 不同以前的駱湖城 你看看 多乾淨 你看 這裏有 這個厲害 這個潮山大木牛肉火鍋 這裏有什麼 紅黃四龜 老師傅 正宗 什麼 牛啊 牛啊 酸菜魚 這個整頭的 非法的 這裏有幾間 非法店 在這裏 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 全部都是 都相信 上面我只知道 有那些 涼飯卡拉OK 有涼飯卡拉OK 有涼飯卡拉OK 那 所以呢 我走進去看 其實每個箱 都有一些兒童 兒童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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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動遊戲 這間 這間就沒有開了 撥仔雞 沒有開 這個養生館 這個應該是 推拿 這個推拿 買衣服 所以我經常推介海岸城 那我就經常說 咦 珠海 金灣 我就可以 變成 慢慢的海岸城 就是這個意思了 你剛才見到 有五星級酒店 有商場 有寫字樓 又有住宅 那是不是好像海岸城 因為金灣 慢慢的 商業的組合 是比較多的 斗門就像 咦 這個南山 南山 深圳 大家也都知道 南山是一個 很大的居住區 很多由舊區 搬去南山 住新區 南山的樓界 都相當高 那這條隧道 還有旁邊 哇 晚上的隧道開了燈 像是時光隧道 超美 我寫字樓就在這棟了 我就在這棟 寫字樓 海岸集團 海岸這棟寫字樓 那我寫字樓搬去都很久了 已經 我寫十幾年了 所以我很知道 我看著這裏 我看著這裏 發展的 就是新區發展 這些就是住宅 這些住宅 那是寫字樓的 那是寫字樓的 就是它寫字樓 商場 酒店 是可以融在一起的 是可以融在一起的 其實我好像沒試過這樣 在海岸城二樓這個平台 就是從街頭走到街尾的 應該 沒試過 試一試 是不是 今天假期 氣氛很不錯 那如果大家香港 如果沒有這樣的氣氛 大家 起碼在影片裡 起碼大家調整一下深圳 上次我不是介紹的 包師傅是不是排隊了 這包師傅 看不看 吃肉鬆蛋糕 看不看 吃肉鬆蛋糕 看不看 看不看 我介紹那個 萊雪夢工廠 上次介紹過 麵包網紅店 這個就是中央廣場 可以這樣說 大家看不看得到 這裏就是電影城 這裏是海岸城 這裏就是海岸城的大商場 很大很高級 沙巴 這個桃園是豆漿油炸 油炸鬼吃飯 Harkandise 那裏有一間 蔡蘭的越南菜 這裏又有一個商場 又可以走進去買東西的 華為的show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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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吃的周克鴨 這裏還有一個太平洋 一場電影城 大家來遠見不見 蔡蘭兩個字 蔡蘭的越南 專吃越南菜 越南河粉 大家要看這裏的 Starbucks 和香港的Starbucks 有什麼分別 我現在走過去 我現在走過去 我不走進去 因為未必被我們拍 基本上每個人都戴口罩 沒有人不戴口罩 那我不戴口罩就被人說了 你看這沙巴 你看這沙巴死大間 整間酒店 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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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山人海 人山人海 這間裝修店 不過國內我覺得 大灣區生活 唯一 我比較不喜歡的 或者應該也有些觀眾不喜歡的 就是吃煙 那我們的吃煙 就是 當然比以前 以前人人都吃煙的 我初到大陸 就是沒有錢買的 但是現在明顯減少了很多 但是 對於我香港 你知道香港人都不吃煙 來講 就是不吃煙的人來講 就是覺得 吃煙都不喜歡的 這間老水鵝飯 專吃老水鵝 這樣就可能未必能接受到的 這個我都說 有時候的鏡頭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人吃煙 還有他們吃煙 就沒有香港這樣嚴格 你知道嗎 就是香港就一定要去那些 那些火鍋位 去煲煙 但是國內又沒有 不知道它有指明 那些人沒有專程去 只是國內 國內好像沒有指明 吃煙在哪裡吃的 這個是 我覺得是有待改進的地方 你吃什麼 吃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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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挺吸引 不過我已經很飽了 吃不到了 因為我不用快鏡 因為我想一邊走 一邊講一下給大家聽 這個萬象城 我在裡面幾次我就不拍了 這個海運城裡面的高檔商場 超高級的 我就不拍了 還有 大家不知道 離遠 其實來海運城裡面 大家如果想買一些駕駛用品 大家看看 離遠 有一個叫做 駱鞍駛 駱駛駛 駱駛駛 那些露台門 你要下駕駛 燈 我都去買 我連光顧的都去買 挺好的 這裡 有兩塊商場來的 床浴 床 總之家居有了 連廚櫃 淚水器 馬桶 電子馬桶 有了 我經常走的 這裡走的也是 就是了 這裡有商場 你想想我街頭走到街尾 我想現在都走了20多分鐘 所以這條片也是長的 胖胖雞 這個就怎麼都 這間是順德菜的 這間不錯 我吃過幾次的 順德菜的 看著走這裡 Tosta咖啡 KFC 這間蘇寧二扣有很多東西買 這間mini 就是那些什麼十元店來的 十元店 十元一件 雷神拉麵 雷神拉麵 嗯 嘩 嘩 走到這裡就差不多街尾了 那我只是走直行條大街 嘩 嘩 這間大廈是不是 這間商業大廈 這個是中州控股中心 我曾經搬來這裡 我本來想租這裡的 不過最後還是覺得 租金 如果租這裡就租金是很貴的 所以這間商業大廈 所以這間商業大廈 面積就很小 但是當次又高 我覺得沒什麼需要 我們自己 做事而已 又不用 要很宏偉 那這裡呢 就經常有一個很大的演講廳 我就來了幾次 就被人邀請我們來這裡做演講 這裡來過三次 做演講的 裡面可以坐到一千多人 很宏偉 很大的屏幕 我幾次都很厲害 站上台 站上台 串的人聽我 聽我講話 吹水 這裡是住宅區 全部都是住宅 一路就通了住宅 其實我猜 今彎 其實就會變成這樣 今彎有一部分是住宅區 有一部分是華法雙都 你明白嗎 戲院 五星級酒店 其實我猜到時候的組合就是這樣 所以今集是給觀眾看 我今集是希望給觀眾看到 那些新區的發展 這些全都是新區 你看 騰訊 騰訊就是這裡的 就是這樣 新區的發展 好嗎 好 今集呢 我是想給大家知道 新區的發展 是怎樣的 其實 就給大家一個印象 還有 當然啦 又介紹多一個 介紹一個地方 給大家有空 假期開了關之後 就可以過來走一下 體驗一下大灣區的生活 OK 多謝大家和我一齊 走了這麼久 拜拜 拜拜